这一节课,我们介绍无人机飞行动力学研究中的运动建模。 无人机飞行运动的建模是其飞行动力学研究的基础。 我们在建立无人机的运动模型的时候,也就是建立无人机的运动方程的时候,一般采用平面大地假设,即不考虑大地的曲率和旋转的影响。 研究无人机的飞行运动,我们一般将无人机作为一个钢体,采用钢体运动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即,把无人机的运动分解成智星的线运动,以及绕的智星的旋转运动。 因此,我们在建立无人机的运动数学模型时,需要分别建立它的智星运动方程和旋转运动方程。 而智星运动方程和旋转运动方程又分别由动力学方程和运动学方程来组成。 首先,我们来介绍无人机的智星动力学方程。 无人机的智星动力学方程主要用来描述无人机的智星加速度和所受到的外力之间的一个关系。 它的基本形式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质量乘上加速度等于外力。 而在无人机的智星动力学方程中,所受的外力主要由推进力、气动力以及自身的重力来组成。 无人机与其他飞行器有很大的区别。 在其建模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大部分的固定仪无人机采用螺旋桨来推进。 而无人机相对来讲尺寸比较小,螺旋桨的滑流对其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建模的时候需要充分地考虑到螺旋桨的滑流对它的影响。 在无人机动力学建模中,需要用到它的空气动力学模型。 对于拉力推进式螺旋桨所驱动的无人机,我们在建立它的气动模型的时候,就需要充分地考虑到螺旋桨的滑流对机体的影响。 我们可以将无人机的机体分成两个区域。 正常的气流的影响区域,以及滑流影响区域。 那么在滑流影响区域里边,所涉及到的空气动力系数、来流的速度都需要单独地来结算。 这里边所涉及到的空气动力系数和来流速度,就可以由风动实验或者数字计算来获得。 将智星动力学方程中的各个矢量在不同的坐标系下加以表达,就可以得到智星动力学方程在不同坐标系下的表示。 因为在航机坐标系中,建立的这个智星动力学方程,可以直接给出航机速度,它的大小和航机倾斜角,航机方位角的变化。 对无人机的飞行控制,它的分析比较有利。 所以,我们下面就给出在航机坐标系下面的无人机智星动力学方程。 无人机的智星运动学方程,主要用来描述无人机的位置变化率和速度之间的关系。 它的基本形式就是位置变化的导数等于速度。 其中,这个R是无人机的智星位置,VK是无人机的智星运动速度,即飞行航机速度。 智星运动学方程在地面坐标系中的形式最为简单,下面就给出无人机的智星运动学方程在地面坐标系下面的形式。 无人机作为一个钢体,它的运动除了智星线运动以外,还要考虑绕着智星的旋转运动。 无人机旋转动力学方程,主要描述无人机角速度的变化率与作用力矩之间的关系。 它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N为无人机所受外力矩,H为无人机的动量矩。 H又等于I乘上Omega,这里边I是无人机的惯性张量,Omega是它的角速度。 将各个矩量在不同坐标器下面表达,就可以得到旋转动力学方程在不同坐标器下面的表示形式。 因为在本体坐标器中,无人机的角速度、外力矩表达形式最为简单。 所以,一般我们在本体坐标器中建立无人机的旋转动力学方程。 在本体坐标器中的无人机旋转动力学方程,表达形式如下。 其中,Omega指的是本体坐标器下面的角速度分量。 I,X,IY,IZ表示惯性矩,I,Z,X表示惯性矩,I,Z,X表示惯性矩,L,N,N分别是无人机所受到的外力矩,P为推进力,E为推进力产生的偏心矩。 无人机的旋转运动学方程,主要用来描述无人机的姿态变化率和角速度之间的关系。 下面给出在本体坐标器下面的无人机旋转运动学方程。 虽然在习惯上,把角速度在本体坐标器下面的分量,我们叫做滚转角速率、抚扬角速率和偏行角速率。 但实际上,它们不等于滚转角的变化率、抚扬角的变化率和偏行角的变化率。 只有当这三个姿态角都比较小的时候,才可以尽此地等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